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全国投资朋友们好 欢迎收看今天 笑的三观破证 这个行情好可怕 今天早盘看起来 又是要大杀那种 三百点的那种感觉 跟昨天是一样 但是他们都发现到 今天跌的股票又跟昨天不一样了 当然今天最明显最弱的还是台积电 你看今天台积电是直接跳空往下破 直接而且还几乎说在最低 除了台积电比较弱之外 大家也发现到了 应该也发现到 今天银行股也很弱 今天银行股也很弱 当然不可否认 我觉得看到银行股在跌 看到台积电在跌 大家就知道 今天外资肯定是站在卖方的 大概只有外资的那个卖盘 有办法把台积电压到出现一个缺口 大概只有外资才有办法 好 那问题就来了 你说外资卖股票 有可能是考量到美股 比如说欧美股是走弱 所以说他们有所谓等等等等 资金赎回的压力 所以他必须要卖股票 这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我们还会帮外资讲好话 为什么你一直卖股票 没办法 人家美国那边 对不对 现在要升息了 升息等等等等 反正最后你会发现到 他卖股票都是对的 让我们也知道 外资满手的都是比较偏向于这种权重股 你看像除了今天台积电之外 应该也发现到 今天银行股普遍也都是有卖压的 还有少数的一些权支股 今天也是很弱 像华硕就很明显 当然因为最近PC的利空真的很多 所以导致像华硕这些跟PC相关的 都直接间接的都被修理到 这也都是权重股 也都是权支股 所以你看 如果你今天去看权支股 你就会发现到 这个盘似乎很难有热观的理由 真的 我讲真的 如果你按照今天 我们刚刚看了一下 包括像什么银行股碟 台积电碟 要加那些权重股碟的话 说真的 真的很难帮大盘讲讲好话的 可是为什么 这边我还是要告诉大家 不要悲观 不要悲观的原因 当然每个老师 他有他的分析盘式 还有这个看盘的一些技巧 但是我今天会跟大家讲 不要悲观的原因是在于说 这个盘 它本来就是偏向于震荡盘整 所以当这些权重股在压的时候 的确如果你很重指数的人 比如说你今天你是以这个指数的涨跌来决定 你要不要做多做空 当然这些权重股 这些权支股一压下来 很难去设想说 大盘这边真的是只是在震荡盘整吗 真的是很难 可是如果从某个角度去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 其实真的不用太过于悲观 你看今天大盘压回 将近大跌300点的当下 今天的量剩1804亿 这个量应该也是算近期来讲一个低量了 就是从这一波 8月中开始挥荡以来的一个低量 大概1800左右 当然有一个更低的 有一个大概1700多亿的 所以我不能说这边的量一定是最低量 但是大家知道 今天毕竟是破底穿投创新低的 如果说这边我这么讲好了 如果市场真的非常非常的悲观 如果一堆人都看会跌破13928的话 按理来讲 今天的量肯定要比这边的量大 至少要比这边两边的量大 因为你已经预设 有可能会跌破14000嘛 对不对 趁现在还有14500赶快卖 那不是很难以赌到跌破14000吗 所以按理来讲 当我们看 比如说你认为这个盘 有可能会压破14000 那照理来讲 今天早就赶紧交底抹油 不计价杀出 所以今天量应该要更大才对 但是他们发现到 今天的量又开始慢慢地在缩 我虽然说说的速度不如我预期的快 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边就是杀的力道 有稍微趋缓了 记不记我昨天也跟他提到 我说这个行情 其实为什么会这么走 其实我在之前的节目也跟他预告过 昨天也跟他聊过 我要特别举这一段给大家看 大家没有印象 我们昨天有拿这段出来给大家看 你看这段也是一样 你看这个当然这是好几年前的事情 这是民国86年88年那时候的事情 这一段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这一段 就是1026杀到7040的这一段 就是这一段 之后是不是反弹 这是反弹 这都为什么现在市场 包括我本人在内 绝大部分的人还是在看逼波的反弹 为什么我们还是会坚持看逼波的反弹 因为事实证明 大盘这一波的反弹的幅度 其实并不符合 所谓的逼波反弹的架构 正常来讲标准逼波的反弹 应该都可以超过1分之1的位置点 意思就是说 如果这边的反弹幅度要够大的话 应该要先看到1万6再下来 但是目前看起来 你看这一波的反弹 并没有到1万6那么高 表示说在整个空头的架构 我必须老实讲 这边还是一个空头的架构 半年线年线都是下万人 你不能说这边是多头 所以这边绝对是一个跌生反弹 只是说这种反弹 到底拉回是好是坏 当然了 这个我觉得每个人解读的方法见仁见智 悲观的人一定认为 1万4还是要破 但是我这边 为什么我特别举这段跟大家提 就是说你看这一段的情形 你看它这边拉回到10256 跌到7040 之后反弹到9378 这种反弹的幅度 就是符合我讲的这种大逼迫的反弹幅度 后面要跌再跌 后面要跌再跌 大家懂我意思吧 所以我现在告诉大家就是说 我们抓一个分水嶺来讲好了 你看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里拉回到7040的时间点 大概10月 然后这边震荡盘整 盘来到两个月之后再往上攻 然后到隔年的过年 这边盘整一下 创新高之后再破 这边我很有印象 因为那时候 我也一直有在做股票 那时候86年 那时候就是对我来做股票 所以我对这一段非常有印象 非常有印象 原因下的原因就在于说 这边真的盘了很久 所以说我很清楚的知道 这就是有标准的逃命反弹波 那当然这一段 也像我之前跟他提到的 这边的插座难度也会比较高 完全符合我现在讲讲的 事实证明 大家会发现到 这里的插座难度本来就比较高 当然你可能会觉得说 那本来跌下来 跌下来你另一次去做 都本来插座难度就比较高 的确这个我也知道 但是这边我要提醒大家 就是说 如果你认为这里 就是要步入一个大空头 然后这边 大概就是行情就白白了 大概我跟妳讲 大概也不用去猜什么 13928会不会破了 搞不好更多的 你更虚一点 就是直接先看到12000了 这都有可能的 都有可能的 那这段来行情跟他提到就是说 就我的观察 就说 整个反弹的架构之中来讲的话 他不可能直接一口气反弹到一个 逼迫的满足点 他会采取是一种所谓迂回的方式 简单的讲 他会先反弹再压回 先反弹再压回 这跟波浪是有绝对的关系 这个为什么说逼迫 会比较难一点点操作 就在于说 因为在反弹的过程之中 说真的 如果你没有买到最强的主流 你实在也不会相信 这边真的是要逼迫反弹 所以关键还是在悬股 懂吗 任何的时间点 都关键都是在悬股 在悬股 所以看到今天大盘的压回 我觉得 我个人看法 就跟这里很像 你看到 真的很像 这不是我自己在讲 真的很像 它也是出现 慢慢地地地地地地地 然后出现了跳空的缺口 再来一个大B转 再来一个大B转 好 当然我不能跟大家保证说 是不是这两天跌完 就会出现一个大B转 就说以现在整个大盘来讲的话 第一 我们要知道 有升息的利空压着 所以这里 当然我觉得现在市场 最期待的利空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不是最期待的利空是什么 最期待的利多是什么吗 就是乌尔之战赶快结束 只要这两个国家握手也好 天然气开始送 油开始输出 我跟你讲 对欧洲人来讲 今年的冬天就好过了 对于等着发战争财的人 当然比较倒霉 那时候好不容易武器做好 要卖给你 结果你给我停战 问题是我们又不会很关注 在那种军工产业上面 所以我觉得无所谓 但是对于现在整个欧洲的 整体情况来讲的话 你看天灾不断 人祸不断 你说天灾你可能很难去克服它 你说大家去起起雨 拜拜拜拜 就会下雨 这我不知道 所以天灾是无法去克服的 可是人祸是有办法去遏制的 所以现在整个欧洲 我在两天看新闻 大家在调停 希望这个乌尔之战 赶快和平解决 不要再怕 另外那怕 我跟你讲 第一 我要吃小黄豆也没有 要吃小麦也没有 要吃玉米也没有 为什么 像欧洲缺水 缺水的情况之下你怎么灌溉 好了 没水就算了 现在连电都有问题 你天然气断工了 你看现在德国跳架了 我的发电厂都是吃天然气的 我现在就算开始挖煤 也来不及去改他的发电机 所以这个我觉得 这个也是为什么 就是说现在来讲的话 全世界所有的这些 比如说我们讲说G7G 这些比较主要的工业国家 都希望乌尔之战赶快结束 当然如果他们可以握手 远合不打了 这绝对是个大力多 肯定是个大力多 肯定是个大力多 所以那再来就是说 升息的问题 这也不是我们能够去决定的 美联储他还是坚定要升息 你看连拜登去讲话都没有用 不是说他过为美国总统 去讲一讲就有用 他还是要升息 所以投资你要了解到就是说 的确我今天这两天 看了很多消息 我发现到坏消息很容易解读 基本上找不到什么好消息 你说今天要找一个好消息 来支持说 哎呀 这边就是一个买股票的好买点 还真的很难 真的好难 整个网页搜寻 都是拍消息 就算有好消息的那个消息的个股 也不会涨 也不太会涨 所以就可以知道说 现在整个市场充斥了什么 悲观保守 这就是现在大家面临到的问题 所以你看我昨天也跟他提到 我说好 到底这个地方能不能买股票 当然见能见智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很多环环面面 一些细节可以去秀出来 到底这边有没有在打底的味道 你看我昨天是不是特别拿这个消息出来聊 你看这是9月5号也是前天放出来的消息 你看这个消息一放出来 昨天创委打跌听板 威风链也破底 反正这个上面点名的股票每一次都倒霉 每一次都真的倒大霉 大家都破底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这个利空 虽然说今天还是有股票跌 但是今天这个利空的反应 就稍微和缓了很多 别忘记今天大跌 按理来讲今天跌200多点 这些股票今天应该再吞一支跌听板了 大家懂吗 你看比如说随便举个例 你看照理来讲委权定应该跌听板 也还好嘛 对不对 再来创委昨天跌听 你看今天就没有什么跌了 包括6679的玉泰也是一样 照理来讲今天大盘大跌200多点 这个上面点名的股票包括像威风链 照理讲今天在大盘大跌的情况之下 他们应该今天要再持续的大跌 但是他们发现到 今天似乎杀了力道就减弱很多了 这个情形也发生在这个文貌跟全新上面 你看9月6号昨天的新闻 消费性电子去库存风暴未除 这么大的利空 看了都快吓死了 吓得快屁股尿流了 都很想要把股票砍掉 如果有的人 但是你看这个利空一来 今天文貌没有大跌 还好 全新有没有大跌 还好 也许你会觉得说 可能主力刻意在营造一种 在利空不跌 好了 这个我也可以承认 的确有这样子的味道 可是我们换个角度去思考 如果说今天大盘大涨200多点的话 假设今天是大涨300点的 那么今天这些股票 有可能就真的来个利空出境了 可是偏偏今天是大跌将近300点 但是这些股票也没有因为今天大跌300点 出现重挫 所以我个人的看法 就是说我们去看那些有好消息的股票 反而我觉得有失公允 说的有失公允就是说 这些有好消息的股票 我发现到有好消息的股票 股价都很高 你看我今天早上也跟他举例 你看像这个广基 最近的利多这么的多 结果了 股价又涨 但是你看这个力道就差很多 然后你看这个生气股 这个北极星 今天第二次跌停板 这边强强变变轎 对不对 也不会想象说 他突然间打两只跌停板 那能跟大盘压下有关系 还有你看这个联雅 对不对 这一波大涨了那么多 都没有什么跌 对呀 今天才开始出现比较大幅的挥挡 很多 还有包括你看前几天 这个台半已经很强 你看今天开始已经连续跌三天了 这些股票 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些弱的股票 我说今天弱的股票 百分之百全部都是最近涨多的 你看这个保累 你看这一波的确涨蛮多 有没有看到 都大气的 还有包括4763这个什么材料 你看是不是这一波根本都没有跌 但是这两天开始拼命的跌 然后还有包括这个东哥游艇 这最近的利多也很多 还有3163的波罗威 有没有看到 这也是最近来讲 你看七月份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跌的股票 今天都开始在补跌 还有包括这个威强电 这些很多了 我今天大概看了一下 就是今天比较弱的股票 清一色全部都是这些最近涨了很多的股票 包括这个保累也是一样 我这么跟大家讲好了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好 不是什么坏事 涨多的 有人开始获利调节 他把股票卖掉 落袋为安 好事情啊 当他把那些涨多的股票卖掉完之后呢 资金有没有可能转到这些跌深的股票 所以你会发现到 今天大盘大跌将近300点的当下 这些涨多的股票跌 似乎也变得很合理 因为他毕竟涨那么多了 可是最近被利空打趴了 打得迷迷茂茂的这些个股 包括你所看到的这些有利空的 你看什么稳帽全新 什么创为威风店 反而今天开始不怎么跌了 大家懂我的意思吗 如果你有办法从这样子的地方 秀出一点点机会的话 那我告诉大家 好事会不会跟着你 他自然会跟着你的 这就是我今天测标第二句话型的 震荡洗愁少量抄底 你有500万的 当然你不要说 主要是你这么讲的话 那是不是可以开始全力明天买股票 也先不要 但是我觉得少量是可以的 你如果500万呢 你说先拿个50 100万来试一下 可不可以 我觉得没有关系 那你如果100万呢 那你再等等 因为你资金太少了 那不好意思那你就再等等 但是对于已经有资金的 投资朋友来讲的话 我倒觉得 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有很多的股票 也正因为突然的利空来袭 反而淬炼出一个更扎实的底部 我认为没有什么不好 就看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如果你今天把今天大盘大跌300点 当成是一个你拒绝买股票的理由 这个我也可以接受 这个我也可以接受 但是我只是要告诉大家 如果真的想要大赚的话 关键在哪里 在这里 这个步骤其实很重要 回想一下我们之前操作的股票 请问哪一档不是在低点买进的 也正因为绝大部分的股票 都在低点买进 所以你在操作上来讲 你的价差也可以拉得很大 你要做的不断 你可以拉得很大 原因就在这里 这就是我等一下要跟他讲的重点 好 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成东斗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成东斗部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本营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成东斗部 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成东斗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回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代金一定代出 成东斗部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 无往不利 成东斗部值得托付 0227525868 27525868 我不要得抢病毒 男就免消毒 可能会传染肠病毒哦 我不要得抢病毒 爸爸回家要先洗手 换衣服才能抱我了 有人可能会传染肠病毒给我 如果不小心得到肠病毒 老师说 最好要在家好好休息 好 看到这两天出现连续性的下跌 我相信现在应该很多投资朋友 应该慢慢了解到 为什么在从8月底开始 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 我都是建议站在卖方的 因为你高档没有先卖的话 你现在大盘打下来 你如何能够做好逢低布局的准备 虽然会买股票很重要 但是会买股票更重要 你看8月30号出清6271的同心电 建议214块卖掉 214 你看虽然同心电我这么讲好 它其实蛮抗跌的 没什么跌到 但是我觉得该卖还是要卖 至少避开这段回档也好 拉回如果表现相对抗跌 比如说它那个打了ABC ABC的话 那当然我觉得中股票一扩底完成 还是可以接回来 瑞玉也是一样 瑞玉我很少提 因为没什么赚 但是我还是拿出来跟大家聊一下 你看那个瑞玉我们卖多少 365 卖365 为什么要卖掉 就是要避开它回档这一段 大家懂了吧 就算它拉回再打右脚 那我们等它打完再说 但是先避开它回档这一段 大家懂吗 你看它一张差3万多块 还有包括金豪科 今天创新低 建议多少 79块卖掉的 79全速出清 金豪科我就真的没有赚 但是你看我觉得卖的是对的 你看今天升68坏事 这边卖的 就是避开这一段回档 大家懂了吧 为什么我要在上礼拜一直在卖股票 原因就在这里 8月22号 把这个博智出清 130块全速获利出清 你们看到 130卖的你看今天最低多少 已经剩106了 剩106 那一张又差了2万多 2万多 你看 茂达也是一样 定价152块全速获利出清 152 自己看一下茂达 今天创波段行李114了 一张差了多少 一张差了快4万块 其中才被戏完 我们卖152 你看这个影响大不大 是不是真的会卖股票 真的很重要 包括细创你看 建议多少192块出清 细创算很抗跌的 但是虽然它抗跌 我觉得还是要卖 因为很多股票 它万一补跌的话 像这种股票万一一单补跌的话 这个幅度也是很大 所以我觉得该卖是在卖 虽然说它跌的不多 还算抗跌 茂达也是一样 6196把它出清 你们看到 把它避开先出清 都是顿确的 我相信我们卖股票 应该都是 基本上来讲都是对的 都是对的 所以这边就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 什么是最好的操作策略 所谓最好的操作策略 当然关键在哪里 关键还是在于就是说 你有没有把握逢低卡位 有没有把握高档包大量出场 你只要能够做到逢低卡位 高档出场的话 我觉得中间的价差做不做这个因人而异了 所以你看我在上个礼拜一直告诉大家卖股票 一定有我的道理在 也许你不认同 也许你觉得说 反正这些股票后面会在涨 干嘛把它卖掉 我跟你讲 你光看这两天这样的跌法 你看连续两天跌快600点了 你光我们不要说到底有多少股票是跌的 你光看那个指数上两三百点再跌 我跟你讲 你心情就不会很好 你心情一不好 我现在告诉你可以少量布局 你也听不进去 我告诉你这边在加速赶底 你也是嗤之以鼻 你还会持续的悲观保守 所以大家能了解到就是说 今天你跟那个老师 你要知道就是说 你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 很多人都会问说 会不会代进会不会代出 我跟你讲代进很简单 即使我不讲你也会买 关键还是在代出 所以这个买卖之间的这个奥妙之处 所以真的我一时之间 会很难去跟他解释清楚 但是至少我觉得 当有些股票我发现到有问题 我们不要说个股的问题 当我发现到大盘 有拉回疑虑的时候 我相信我在上礼拜这边 拼命的卖股票 用力的卖股票 现在回头去看 你看中边就差了多少点了 大家懂了吧 好 那至于接下来的布局 就像我车票有写的 到底可以买什么 其实上我的节目 我有跟他聊到几档了 时间的关系 现在也来不及跟他提 我们留着明天再来提好了 好不好 就是说我相信 涨时重视跌时重植 既然大盘跌下来了 当然对于手上 有资金的投资朋友来讲的话 绝对是一个千载难保的好机会 绝对是个千载难保的好机会 所以亲爱的投资朋友 这几天的节目很重要 一定要注意的看 一定要注意的看 至于我现在看好什么股票 我这边先不透露 你只要每天准时的收看节目的话 在节目上 我就会有意无意间的透露 接下来我大概要布局的重点方向 但是我们今天先不提 今天先不提 好了 你有任何不了解不清楚的地方 也都分欢迎可以 跟我们线上的助理进行联系 当然如果你有股票的问题 尤其这两天大盘跌成这样 我想想说投资朋友大概 对于手上的持股 已经开始有点动摇 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话 也没关系 加入最好是粉丝专业 好不好 听听看我的意见 由我亲自来给你一些回答 一些持股的问题 好了 今天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 节目最后预设说投资朋友 找一走顺利 我们再见 投资风险 昨天吗 你可以帮我来开门吗 来 开门 拜拜 你们在干嘛 我好带钥匙 这我家耶 你累了吗 我还没被咬嚼匙 白 你累了吗 精力充沛 你的被咬嚼匙在这里 你的在这里 你怎么知道 保力达蛮牛 尘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逐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赢命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陈通同步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陈通同步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陈通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逐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赢命主轴 第三保证 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 持股其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陈通同步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